今次去到非洲 真的知道衛生環境和人身安全 受到考驗和威脅 我記得一踏足尼亞利亞 就覺得生命受到威脅 一到埃及就覺得衛生環境 令我擔驚受害 我留在那裡不夠兩天 我就想回香港 但他們為何可以留在那裡住 Serenna這位女生 教了給非洲人的人妻 她說她是唯一一個 肯跟她的非洲老公 跟非洲回非洲住 非洲的環境 一定沒有香港的物質方面 或是各樣東西都不及香港 所以她為何會肯跟她的老公回非洲 我覺得在Serenna的故事中 我真的看得出 怎樣為之愛一個人 就是要把那個男人 由兵變成王 因為Serenna也有說 她老公是之前一直追求她 Serenna也拒絕她 其實Serenna一開始都是當兵 然後大家墮入愛河 然後覺得她老公在香港 其實都抬不起頭 因為很多人都可能會對非洲人 還是有一點標籤 Serenna一直都覺得她老公是有能力的人 但香港就好像被人壓住了 所以她也為了她老公的尊嚴 要找回男人的尊嚴 然後跟她老公回非洲 愛真的可以衝破一切 Serenna真的不是選擇安全 不是選擇衛生 不是選擇她自己舒服 她真的選擇了愛走投 Karen 其實大家都看過 愛及嫁給意大利人 Karen 她說了一句話 在她和我的訪問當中 她不停提著愛就是守護 就是男人很辛苦在外面工作 或者她要經歷很多事情 但你作為她身邊的女人 其實都應該默默地支持 要守護著這份愛 令Karen 即使如此漂泊 她也說女人最需要的安全感 她也很難找得到 因為她根本上落地相差不了 但她說她給我覺得 只要身邊那個是自己最愛的 其實那個就是最大的安全感 你覺得我自己很難做到這個 我想如果我遇到一個 自己很深愛的人 我都會願意 但可惜我遇不到 又或者幸運我遇不到 那我就未必要去到這麼艱難的決定 經歷了這次的拍攝之後 其實對於幸福都有一個新的體會 看到她們這麼多的女生 其實都找到自己的真愛 會覺得她們是很幸運的 但其實她們的幸運是自己爭取自己把握回來的 不是天跌下來的一個純粹的幸運 所以其實幸福是真的要靠自己去把握 而且最重要的是珍惜 Steven就是男童性戀者 他嫁了去比利時 他這個故事我學會是愛有時真的要衝破很多東西 他可能比其他人的犧牲或是要經歷的事都比其他人更多 但他沒有放棄過他要忠於自己 他忠於自己的愛 一直爭取一步一步 其實經歷了十多年了 他和他老公Christian 去到摩洛哥 我們去到薩哈拉沙漠拍攝 突然間不知道哪裡來的風暴 風沙吹到身手不見五指 那一刻覺得如果不離開 真的有可能是死在沙漠 那時很想念香港 尤其是想念家人 想起爸爸媽媽 想起家人 很想那一刻馬上回香港 尤其很想念媽媽煲的湯 突然間很空式 很想突然回香港 抱著他們說一聲我愛你 覺得愛真的要及時表達 真的不能再等 因為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 太無常了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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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你